为什么睡前小酌只会让你睡得更差? 习惯晚睡晚起竟然是因为基因所导致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传说书 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这里是伯克莱五分钟阅读计划 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为什么要睡觉?》 是比尔盖兹亲自推荐 并放入2019年末的五本选书之一 这本著作成功说服比尔盖兹改变睡眠习惯 本书作者沃克 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神经科学教授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书中讲了哪些重点 许多人都会把晚睡晚起的人视为懒惰 这些人认为这种行为是有意识的举动 但事实上这是基因所导致的 人类中有30%的人是神行人 30%的是夜猫子 其余的则是座落在两者之间 你会想问 为什么造物者不让每个人的睡眠习惯都一样呢? 答案是 因为人类的演化过程是着重在群体的存活率 当一个部落里 有些人晚上8点睡觉 凌晨4点起来 有些人12点睡 早上8点醒来 这个部落的无防御时间 就会缩短到只剩4小时 比起全部的人都在同个时间入睡 同个时间起床 这部落的防御能力将会更好 也更容易存活下来 可惜的是 目前社会机制却明显偏袒早睡早起的人 公司将上班时间定在8点半 学校把第一堂课安排在8点 这样制式的安排 让全世界有超过30%的人 无法将最好的精力用在工作及学习上 这些人都踩着废轮脚踏车 看似在前进 实则在原地打转 酒精著名的真相 你或许听过 睡前喝一杯可以帮助提升睡眠品质 但实际的情况可会让你感到失望 在喝酒的那个晚上 睡梦中的你 其实会频繁地醒来 但是由于酒精抑制了你的意识 让你从没发觉过你曾经醒来 于是隔天昏昏沉沉的你 不会把昨天的马丁尼 与睡不饱扯上关系 导致我们就忽略了酒精侵蚀睡眠的事实 打破酒精著名的迷思后 再提供几项容易被误导的资讯 例如市面上贩售的退黑激素药品 其实不能帮助你提升睡眠品质 退黑激素只能告诉你的身体 睡觉时间到了哦 但是你睡得好或睡得不好 实际上与退黑激素无关 另外一个则是安眠药 在一项实验中 实验人员让测试人员 每天睡前服用安眠药 中间穿插安慰剂 实验结果证实 这些人入睡所耗费的时间 几乎没有差异 明白这些我们时常踏入的睡眠误区后 书中提供了几项可以提升睡眠品质的方式 第一个 睡前冲热水澡 因为人类最适合的睡眠温度 比平时还低一两度 热水能帮助你的贫富迅速散热 与睡眠有关的机制 才会迅速切换至睡眠状态 第二个方法 每天固定时间睡觉与起床 我们都会为了起床而设定闹钟 却很少为了上床睡觉而设定 无论假日或平日都需要遵守 这样才能保有睡眠的完整性 这项方法是作者在书中最推荐的方式 第三个 减少蓝光 电子设备所发出来的蓝光 会使我们每天的做梦睡眠被大幅度影响 而做梦的这段时间 正是大脑创造出新想法的时间 但这个被电子设备所包围的年代 要在睡前两小时不使用手机的电脑 基本来说太难执行了 但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来帮助我们 例如F-Lux这款软体 它能根据你所待的时区 来调整手机的电脑的蓝光 减少睡前所接收到的蓝光 可以让你的大脑在睡觉时 发想出更多好点子 读这本书时 我刚好想起Linting创办人 雷德霍夫曼的睡眠习惯 他会将最难搞的问题 在睡前想过一遍 然后去睡觉 每天睡醒后 空出60分钟的时间 来解决昨天晚上所设定的问题 Tesla及SpaceX执行长 Elon Musk 坚持不在睡前6小时 进食任何有咖啡因的食物 比尔盖茨 在睡前翻看纸本书籍 而废电子书 欧巴马 习惯在睡前观看娱乐性质的节目 借此让自己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入眠 为了不像新年新希望一样 一开始都信冲冲 到最后都失败 我们可以追踪自己在实施充分睡眠后 所获得的改变 例如体重 心情 人际关系 持续看见睡眠的好处 能让我们持续拥抱完整的睡眠 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中 谈到了关于不小心失眠后 可以如何补救的方式 虽然这些方式都比不上良好的完整睡眠 但都是那些 我昏昏沉沉上班日的救命良药 更谈到了睡眠与学习之间的紧密关系 可说是超数学习这本书的超级好朋友 社会中对于抽烟 道德行为 预防疾病都有相对应政策 但对于影响生命的睡眠不足却普遍忽视 所以最后 我祝福你 今晚有个好梦 我是Vincent 博客来五分钟预读计划 双周三晚上八点准时上片 陪你轻松读一本好书 我要去睡咯 拜拜